这个是今天的检讨报告 你们的结语除了主词第一句不同 然后每一次每一句通通都一样 结语通通都一样 结语就是说我们都已经采取了精进措施了 而且强化了风险预警的功能了 而且及早发现未来将于第一时间阻断问题产品于境外等等 都讲的一模一样 三月四号跟四月一号写的都一模一样的结论 这不是在呼隆立法院吗 难怪人家要讲藐视国会 对啊 部长你也讲两句 这没有什么藐视国会 这事实上是要有 你的虚伪委他怎么也没有藐视 亲菜公共的啊 好丁会员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卫福部 对啊他都没有讲啊 总一发生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检讨 也没有精进的作为 他现在精进的作为都管理业者 怎么怎么怎么 他都没说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你未来你做 你让石安武环破功 让溯源追踪系统这个制度 我们谢谢林氏了 谢谢 我们谢谢林氏了 都一样 结果就是说我们都已经采取了精进措施了 而且强化了风险预警的功能了 而且及早发现 未来将于第一时间阻断问题 产品与境外等等啊 都讲的一模一样 3月4号跟4月1号写的都一模一样的结论啊 那我们就看你到底有没有采取精进的这个措施啊 你们在讨论光是保龄茶室啊 我上次在上个礼拜在这里咨询就跟你讲两点而已 第一个是通报的问题 第二个是对产品责任险没有落实 而且没有集合没有监督的这个问题 就这两点 你们在这个里面 食药署提出来的报告 食品中毒通报 你们不觉得你们有问题 然后对于这个淘宝产品责任险的问题 你说我们有法律了 我们你就学这样子就有精进吗 土法不足以自行啦 有法律规定在那里 但是你要怎么做你有做没有 这才是真的问题啊 保重 现在我们来讲的是说 如何因应非典型新型态 而且是非社区型的餐饮场所的这个食品中毒案例 那你上次说 我上次就教于你说 大家是没有新闻露出 大家看到新闻报道才觉得要溯源 然后大家集体去这个通报 才有这么多案例 如果从3月24的第一例死亡通报 324、325到326 3月26新闻露出 才有之后才有大量通报 那我说很麻烦 你若不是因为新闻露出 你去看病 疑心有可能误判以外 也有可能是说 这是我个人健康管理不良 或是我自己吃坏肚子 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通报很重要 那你上个礼拜你跟我讲说 这个食品中毒也必须要两人或两人以上摄取相同的食品 发生相似的症状嘛 但是事实上你们食药署在规定 你们卫福部在规定所谓的食品中毒 还有后半段 后半段是因为摄食食品造成急性的食品中毒 不管它是化学的或者是天然的毒素中毒 即便只有一个人也视为一件食品中毒事件 但通报 通报是一回事啊 那这种非社区型的餐饮场所的食品中毒 通报恐怕没有办法更多人知道这个讯息进来 所以整个制度面要怎么样 让未来每一个在这种非社区型的 非典型的食品中毒里面 如果受害了或者是有症状了 可以在大家在通报以外 还可以连结在一起 找出正确的对症然后治疗 这很重要啊 可是你们根本没有精进的作业 你们还没有精进的措施 你们说你们精进你怎么都没有啊 对整个制度 我上个礼拜就估你们说 有没有可以再检讨的地方 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看你们今天的报告是 你们不觉得有问题 你们也不觉得制度有问题 也没有觉得执行面有问题 你们还结语写了跟3月4号的报告一模一样 这不是在呼嚷立法院吗 难怪人家要讲藐视国会啊 保重你也说两句 没有啊这没有什么藐视国会啦 这事实上是要 你的虚伪委他怎么也没有藐视 亲切公共的啊 这要有一个时间机制来做出力 因为这种非常 你这样说我就听会了啊 要有一个机制来处理要有时间 但你的报告完全没任何 不认为有问题啊 我们需要还是需要再建立一个补充的机制 对啦要建立一个补充的机制 虽然个案数少 但是严重度高的 那这一种的通报的话 也许后面的处理方式会不足的样子 老实讲也有媒体的效应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就是 因为一个案子进来的时候 其他医院并不知道 所以未来这个部分都要去做处理 如果说它有严重的比方说死亡的个案的时候 怎么样就让医院知道说类似的 对啊所以制度面 你连制度面都有检讨值得检讨的地方啊 对啊下方的东西要检讨 可是你们食药署写的这个报告能看吗 那我们现在讲说成功的预判 你们的结论讲我们更精进的政策 我们要发挥成功的预判 这都说假的 哪有成功预判过 连使用的具有的系统按制度都发生问题 然后也不承认问题 那我现在在问你说保定网 未来的米酵菌酸是不是在列入食品的常规检验里面 这个还是要再看我们这一次调查结果是怎样 因为老实讲它怎么样发生的 到目前你还不知道 对 所以你要去说 但我们知道如果已有个案的话 米酵菌酸的个案的话 都是非常重大的伤患 重症或死亡 很严重 所以到底现在如果是在操作哪一个缓解 财惠这米酵菌酸 这目前是我们在调查的一个重点 好 好 我们调查出来 现在看要不要列入常规的检验项目 因为有可能调查出来 有可能 假老外没结论 如果没结论 这个东西要不要列入常规的检验 那事情就比较大 所以你要做常规的检验 你回去好好想一下 当然我今天还是要讲 土法不足以自行 这个业者自律 我们都看到屡屡破功 而且不可行 而且绝对不能只仰赖业者自律 你不能让民众去吃饭 都是用生命在拌 在拌 在堵 堵生命在吃饭 你知道现在在家自己煮饭的比例 有多低吗 都是外食 大家用生命去吃饭 要堵这个运气 这是不行的 但我们要求说 那至少大家都会确认说 实案法第十三条第一项里面 要公告的 应投保产品责任险 现在就是水平制造业 然后输入业 还有餐饮业者通通要产品责任险 可是呢 我们看到没有 机车强制险 人家有1300多万辆机车 只要没有投保 马上勾气出来 告诉你你没有投保 我要开法了 你赶快去加保 食品业 食品制造业 都总有多少筋 给你43万 45万 给你100万 包括餐饮业者加上100多万 对啊 现在是要公司登记 商业登记跟共产 我现在告诉你 没关系 食品制造输入经营 给你100万 100万 汽车 要强制显示1300万辆的车子 他都可以管理了 现在AI大数据人说 你们没办法勾气案管理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 这可以做的 你想看 这一次的保龄查室 他没有投保责任权 如果没有大时代 如果没有大元摆 事实上这些伤亡 其实是重症的 没有办法接住他们 所以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不被接住 不可以用四命 倒闻去的 但我比较厉害 赌到 还没有保险 要怎么 绝对要每一个 每一时每一刻 通通都是在 有责任险的状态里面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个我们 请食药署提供的啦 请食药署提供的啦 请食药署提供这五年里面 2019到2023年 各个县市 没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开罚的建树 这五年里面 你们食药署提供的数字 有没有办法放大 这五年里面 食药署提供的 我不晓得正不正确 如果他对我们虚伪委 以后面说话 我也没办法啦 这个不在上面的是没有零 是零 没有开罚的记录 这个里面一共全部162件 光是台南市政府 就占了九成以上 其他各县市 我现在要问的是 是没有在查 还是查没有 大家都这么好 这么多数字 大家产品责任险都有报 这个保安是 地方提供资料给我们的 我现在要问你 苏帝 你觉得这个数字反映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义 反映了什么 因为可以限改 报告委员 因为我们这条的规定 业者他其实也可以限改 所以如果去查的时候 看他没有保 那地方政府会要求他 你看 真好 你看 我们都没报 一年没报 两年没报 查到 叫你马上限期改善 快去保险而已 没开罚 大家也敢没报 开罚 对3万到300万 大家最低开罚3万起床 我们都知道 所以 你这样才可以限期改善 所以都没开罚 数字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法律上 虽然有规定 但在执行面 大家都轻轻放下 叫他赶快去保险就好了 照署长的讲法 我们现在问说 中央主管机关 你要督导地方县政府 机材以外 人力配置以外 中央法规 要落实法规的这个规定 不然都可以限期改善 大家可以一年两年 没报价 钱减下 抓到 还没出法 这样才对 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精进 对啦 这样就不对 这样就不应该啊 包括说 你如果 这一个有多久 所以卫投保已经超过多久了 也许就不给他 卫投保在两天一天 给他一个机会限期改善 卫投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一年两年三年 除非会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需要精进的管理政策 有啊 你们这么报告里面有写吗 没有 大约立委 大家跟你们这次讯 你们真的要来说 我现在又怀疑这些案件 看这些是地方政府没在查吗 还是中央政府没在跟地方政府联系 跟地方政府联系 所以没有联系 所以不知道 这个应该就是有去查的啦 不是啦 地方政府看起来有去查 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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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件 那其他没有的 很多县市政府是零件 通通都合格 这是地方政府没在查 还是中央政府没在跟地方政府联系 你看这个台北市 台北市一共 112年两件 111年一件 109年一件 但是我自己去Google 台北市政府查到的好像不是这样 你看台南市政府很多 你看高雄全部是零 没有 没有查到 是没有查到还是没有在查 我就不知道 还是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没有在联系提供给立委的数字是不真实的 因为这个机场的加速跟合格的加速这个我们资料都有 所以事实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加速应该是没有问题 叫你这样说 地方政府你们跟他取得的数据是一样的 而且是真实的 证明全台湾所有的食品制造业所有的餐饮业者都有投保 这个责任险 产品责任险完全都没有问题了 如果照样子的话 一百 如果这样子台北市的112年的 应该就不会有保龄茶室了 或是应该就一件是保龄茶室了 这个我是有点怀疑 好没问题 我再给你问 保长 我们现在看到说台北市政府就针对 辖区内善七家把握公司跟大卖场美食接鸡茶 然后查核这个风险 那各县市的鸡茶是只有台北市在进行 还是各地方政府都在进行 目前我们知道是台北市比较积极在做 那为什么不要利用这个经验 以这个经验要求全国全面性的 清除了查一遍 百货公司各县市都都有 百货公司的风险都一样吗 现在我看到刚刚看到新闻 桃园只查异国料理 只有异国料理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样子讲是不是 也有一点点怪怪的 那我现在再跟你讲 我一直讲土法不足以自行 你们今天讲 今天讲这么三大主题的检讨 和侧境行为 光是苏丹宏好了 苏丹宏事件 苏丹宏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查到登陆不实 因为你们检讨报告 还有因应的对策很多嘛 但是说来说去内 就是没有对自己的检讨 你们都只有对业者的检讨 对自己的检讨就是 你们的食安五环 你们的溯源追踪系统 人家灯载不实 或是要因灯而未灯 你们都没在管 你们的报告也没什么 你们都没在管 要怎么处理 有啦 这个部分 有啦 未来对于这些边境的管理的 没有啦 我看你对我们 在这个未完委会 对立法院很不尊重 我在直学的时候就跟你讲了 你们现在被禁的 21家的 中国 中国 这个辣椒粉产品输入的厂商 我们讲过 Kevin Ship是传务公司 根本不是食品公司 你们现在还要继续给我们这种 假的 你现在跟这些说的假 这个 这个货源 来自于Kevin Ship这种事情 你还在这里给我们报告 这间公司就我们禁掉了 这间就不是食品 制造商输出商 这间是传务公司啊 输入商我们已经禁掉了 输入商 你今天在立法院给我们报告 还把传务公司都禁掉了 不是不是 你赶紧一下的嘛 你们的制造商 还有一间Kevin Ship第十三月 那是 你连这个都不愿意更改 你再提供给立委的资料 还是这样子 一字不改 因为上面的定期就是这间嘛 那就是假的啊 人家都跟你说这间就是假的啊 你现在还来给我们立法院的立委说这间有什么禁掉啊 那第二次来 那个输入商 那个里面禁掉啊 我问你啦 这个登录不实啊 你平时要怎么集合 不要讲说出事了才来抓 你要发挥预警预判的功能 人监察院有说 第一个 应登录的厂商就已经过少了 四十几万家厂商你这登录一万家 然后登录了这么少的量里面呢 刚胡说八道 乱填乱灯 你也没有在激和 这要怎么处理 这个才叫 因检讨和测进的作为是什么 你都没有写 你还使用手跟今儿都用这种 不实的数据来 呼隆全立法院的立委 这个数据没有不实啦 有啊 Kevin Ship就不是厂商 这不是食品输出厂商啊 这不是食品输出厂商啊 这个系统登录的就是这个名字啊 你现在这一条跟我们说的 这真的是争者眼说瞎话 齿路人嘛 你说喔 业贼跟我们说的就是这间 你不要去调查 业贼真正的秋雄串起来 人跟你说出来 这间就不是秋雄 就不是食品业者 我当时在系统里面的话就是输入 我问你啦 追溯追踪系统 乱灯啦 灯仔不死啦 發生重大事件被你们查出来 还不是你们查出来 被立委 我们帮你查的啦 被立委查出来了 你们才要处罚以外 你们才要重诚 然后回头去看他登陆不实 然后严惩以外 像海顺你就没出份啊 海顺你这里面也没出份啊 也登陆不实啊 那平常 登陆不实你要怎么勾机啊 你要怎么集合啊 海顺有有 你不要说大家出问题 你们就会重诚啦 没有出问题 你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精进 检讨 好 兵会员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卫福部 对啊他都没有讲啊 从一发生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检讨 也没有精进的作为 他现在精进的作为 都管你业者 怎样怎样怎样 他都没说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你未来你做 你让食安五环破功 让溯源追踪系统 这个制度 土法不足以自行 你就是建议 登陆制度 就没有食安问题了吗 他欧白灯 你都没在管理 也没集合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你不要说 好 卫福部要提出那个检讨报告 真的 不要讲啦 好 不要这样子挨到520 大家都要下台了 所以就忍一下 就算了吧 好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看署长好像是这样子 520过了就没事了 没他的事了 好 我们谢谢女士了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